金秀拿出電鋸 企圖鋸開車頂 搶救裡頭受困傷患 接著用破壞件夾斷車門 與時間賽跑 因為變形的車子裡 可是有一名58歲的婦人 和高齡91歲的阿嬤 另一名70歲的老翁 因為沒了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緊急將他聳移搶救 8號下午桃園大溪區 國道3號60.2公里北上路段 三台自小客車 發生嚴重追撞 現場車殼零件散落一地 白色轎車車頭全毀 黑色轎車則是卡在中間 力量黑色休旅車 則是橫躺側翻 卡在路中央 車頭連帶擋風玻璃 統統撞得面目全非 路過駕駛健壯 余計有存 用手機拍下隧道內的慘況 只是這年還沒過完 沒想到卻在國道上 發生嚴重追撞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帶警方後續釐清 這里用在環境台灣報導 更適合 都十分裂了 都說到